大家好,歡迎收看2021年1月11日 C基金中午直播,我是豪德 天氣冷了,大家都要穿多些衣服,豪德穿長袖衣服 上星期五,大家說為何還要穿短袖衣服 事不宜遲,直到正題,C基金單位最新表現 新一年,這幾天都頗好,所以C基金水漲船高 1月7日上星期四是175.8%,升了5.8% 上星期五都繼續去,頗好,幻想下午會出現大時代 結果,托賴也繼續去,雖然現在看美期會停一些 不過我實在說,就算看美期,pre-market那些 可能5-6點打後才比較適合 太早看也沒有特別意思 1月11日,大家知道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制裁名單生效 行政命令13959,可以生效 不過,你見到制裁那些全部表現反而不錯 一則技術上要沽,上星期就沽了 你見到今天941中移動又升回44.9,升了100% 如果大家看看,不知道有沒有看 上星期五拍的股壇事件,施老闆說跌到這麼便宜 都應該會有彈下 我申報了,我沒有拿著941,不過節目裏都說我們拿著981中芯 結果,這些全部都可以了 今天,無論是China Mobile,44.9,Next Tier,1316 之前的制裁名單,或是相關板塊被人沽得多金 連隻883,中海油,今天多少 剛剛都升回7.39,981就更加是,26.25 為何今天會彈呢,除了說之前被人沽的美資被迫沽 是不是已經沽了,可以說兩件事,有一個比較新的 如果大家有看,星期五的節目裏面說 其實我上星期五收到我的美資經紀行的電話來 就說,今天開始很多事情都不可以做 甚至乎我們連H股的選擇都不可以幫我們做 我想會引發,牽一發動全身 甚至乎可能說,盈富基金都不准買等等 不過,今早最新鮮滾熱辣,即他們Witch Out 其實又不是了,現在他們的說法是可以做的 為什麼呢,這個又要講,又要教書 來看看財政部163的F&Q說 其實他們的美資行都可以做Custodian 甚至乎買賣都可以 上星期五天嚇到我 今天又回頭,他們說暫時可以繼續買賣 當然,我們的基金就要申報一下 不是屬於美國相關人士 因為他們是不可以幫美國資金 或者美國人去買941或者883 不過如果我不是美國人 亦都不是美國的資金在後面 其實就可以做的 所以這件事又剩除了上星期大家一部份疑惑 不用急著去沽,甚至乎可以買回頭 因為這個技術的原因,很多股票跌下去 很多人都看到有機會 不過買到和買不到已經差很遠 所以便釋放一些買盤 同時間,另一個可能對制裁消息上高 是利好一點點 就是說中芯國際本身在美國的OTC交易 其實就會被暫停,大家知道是1月11日 但又出來了消息,暫時他們由於監管機構的了解溝通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他講得很原諸又原 總而言之,2月1日才開始,2月1日才生效 1月11日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拜總統的姓川普 轉了人,會不會是一個轉機呢? 不知道,不過這件事至少對於市場來說 好像會是一個轉機 所以是不是真的還沒那麼死呢? 正如我上個禮拜都說,就算Morgan Stanley打來的話 不可以交易住,大家都希望1月20日 就開始有些轉機吧 所以這件事整體而言,似乎對市場利好一點 制裁名單的交易和影響都比較好 所以不單止直接名單相關,就是941、883 整個市場利好一點 另外一個呢 今天我可以說一下,就是我之前就說 有些大時代概念,包括你從A股的走勢,成交量 還有一些ADR,其實我覺得整件事可能被我深入去觀察 和很多朋友談,發覺背後可能有一個很大的原動 其實就是國內開始出現一個所謂排虹 排虹的概念,就是你下了很多魚,長江,很多水 你不排虹就會氾濫,適當地水位太高,就要放些水出去 這件事似乎現在在國外出現的 其實去年人民幣升了6%多 當然背後的原因就是美元非常弱 其實有幾個重要的舉動,都是一路一路看到 國內對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已經消失了 然後開始擔心升值過快 當然現在由於國內不是單單依靠出口 所以出口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承受能力比以往強 以往可能你做廠出口只有3%、5% profit margin 轉過頭,因為它賺理金成本人民幣 因為人民幣價值升值過快,升過5% 可以盜竊給你 但現在可能因為國內的出口企業 製造業亦是競爭力強了 所以它對人民幣升值的轉價能力是強的 但怎樣也好,如果太急,也是有點不利 你看到去年10月我之前提及過 對於人民幣對美元的調期保證金下調 令到持有美元的成本低了 其實在12月份,國內對金融機構 都是關於外幣的資產和債務 其實都是所謂的雲觀審診調整參數 這是比較技術性 但整體來說,他們可以借的美金 可以操作的外幣是多了 令到人民幣的資產都不需要在人民幣裏面 而一月份,剛剛出了一個很容易的新聞 就是不單是金融業,一般民間企業 以往他們假設有國外的運作業務 但他們在境外的資產,人民幣和外幣都有一種規限 不可以偷偷地把錢搬到國外,變成美金 這就產生了沽人民幣外幣的壓力 但現在這件事還要一步放寬 由今個月開始,境內企業、境外放寬 大陸公司在境外,譬如香港也好,其他地方也好 存款的資產可以由0.3至0.5 簡單來說,可以放少人民幣,多些美金 這也是間接地產生一種排紅 現在國外的企業,之前純屬是金融機構 現在的企業都可以換多些外幣出來 所以說簡單一點,就是人民幣 之前的購買力、資產是人民幣 現在可以釋放出來 那些錢去哪裏呢? 我相信部分是流到我們的股市上高 尤其是大家都怕國內的樓可能受到這個調控之後 都未必會有一個很大的上漲的機會 即是炒樓就不足夠了 那會不會是把錢走出來呢? 是不是有很多錢留在Bitcoin那裏 炒到4萬多呢? 雖然今早跌下來 但其實不單單是股票市場 我這幾天都查證過一下 比如說這段時間可能銀聯咳 你知道國內很多,尤其是個人 銀聯咳是境外消費的 所以最近透過銀聯咳買保險 其實是活躍很多 所以某程度可能解釋為何AIA升得不錯 我問過一些保險朋友 他說這件事真的開始活躍 其實國內的東西,銅巴來香港都多了 雖然現在還是有過疫情 但這幾天如果大家又出街 因為過年過節大家可能出街多一點 但都看到其實已經開始回來了 甚至乎我上個星期五拍股壇事件之後 都問一下蕭老闆 究竟是否已經開始有人來買樓 是說這段時間他們都做了不少的豪宅成交 當大家以為由於疫情 由於資金之前比較受到控制下 其實人和錢都下來了香港 但似乎這件事都在12月或1月這段時間 正正起革命的 所以可能接下來的房子都會更黃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就是我頗有趣的觀察 似乎說在2021年香港有機會見底回升 如果人和錢都會出來的話 香港就是一個很自然會受惠 說回正題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排紅的話 香港作為一個最近的一條排水渠 所以香港應該會有一個比較正面的幫助 所以新一年希望大家可以看好一點 我們自己說回實際上的操盤 我們的投資部署 所以司機金最新已經將倉位打到100% 所以沒有太多錢 雖然我知道很多訂閱 一直都有些新錢 不過同大家說一下 我們的部署都看得比較好 接下來再可以怎麼辦 可能要做一些衍生工具 無論是index futures 或者call options 可能做得活躍一些 不過說了這麼多好的事情 你知道我都是說得好的時間 要戴下頭盔 那DSY跌不下去 其實又要留意一下 之前跌到90%跌破了 應該89%左右 這兩天美金就開始强一點 每一次美金開始有大的變化 其實對emergent market也會有影響 通常美金越弱 emergent market 即包括港股A股就會好一點 所以你見到它由102%跌破了90% 其實對我們也是好的 這段時間有少許 pick up 不過大家都知道90%是一個 大家覺得是一個很有symbolic meaning 齊頭的數字 但這幾天都看到會上升一些 都要留意一下 雖然今天港股不太差 港股繼續升穿了 是否要回到28,100% 最新是28,100% 所以西台是不錯的 不過大家留意一下 好,那就留下多些時間 講Q&A 因為我之前沒什麼時間講 累積了很多 所以就留下多些時間 回答觀眾的問題 我先說了 如果有問題 答不完 就放在留言區裡面 我可以一次過看完 無論放在哪條影片我都看到 包不會漏了 有時即使答不完 都要說聲不好意思 好,第一個問題就是 平時會不會看到美股收市 CDG問 我晚上會看美股 因為你知道 我平時早上有很多事情 現在我就要做C基金直播 待會2點半 我就要過新城做即使搏擊 有時都不能乖乖地坐定 所以晚上我除了股票會動 所以好多會抽時間看美股之外 都要做功課 不然我只說很快就露餡 至於收不收市 具體回答你 有時我都未必看到收市 因為我們進出 有時不是真的去到那麼即時的 波動的時間當然會 這段時間沒有 我都要睡覺 如果大家可能看到 晚上又可以做直播之後 做了直播 現在有些朋友說 不如美股做直播 我已經做了很大件事 好 問中移動是否壞消息出盡 希望是 但我自己沒有拿著 他問我會否接一下飛刀 我之前接了其他那些 981我接了 983我接了 但我經常說飛刀就沒有接 最好是倒閉 跌落地下 沒什麼殺傷力那一刻 多頭起才買 難題當然就是這樣 中移動今天這樣彈回8% 是否已經跌停 你會覺得好像高追了 所以買股票有時都是兩難的 好 請問三大電訊股剔除指數是1月11日生效嗎 是 然後就多謝關於金的分享 不過金跌了下去 剛好現在是1830多 某程度跟10年息都有些關係 等下抽氣了 跟DXY動也有些關係 不過對我來說是好的 因為我想買一些金的 所以可能給我好價 現在最新是1829 我希望不會 不過如果跌破1800元 我的意欲又大一點 因為上一次操作就是這個位 不過那次很細緻 希望可以有機會給我帶著一點 好 接著問153 Microport微創出了公告說 有一個可以認購微創心通 即是去過分拆 任何見解 見解就是 不好意思我按了英文出來 總之如果在每一手 可以抽200股 簡單一點 因為如果最靈魂的說 由於你是153的股東 希望你將子公司分拆出去 你現有股東就可以有優先認購權 這樣的概念 最後一個是1月14日 但你還要有過戶手續 所以你看回153 如果你想參與優先認購的 應該是14日 就一定要成為股東名冊上 看到你的名字 14日一定要買入 希望回答到你的問題 請多點Derek來 活動好些 有機會請多嘉賓來 沒那麼悶 只有我一個人無人駕駛 雖然傳媒朋友都說很厲害 一個人沒有拍檔自己不斷說 富途有沒有加碼 有 不過上個富途也很厲害 富途就沒有辦法 如果大時代這些都可以 港股又厲害 ADR又厲害 繼續厲害 不過都升得很急 那我又加了 好,看到C基金有人民幣和港幣的class 可以買哪一隻 其實兩隻的分別就是代表人民幣的分別 但他買的資產一樣 所以分別不大 我覺得人民幣也會升 2021年 我自己也覺得 去年我認為人民幣可能升5% 結果升了6% 今年我覺得可能都是5% 實體經濟和資金流是好的 但你見到阿爺就是排紅 他不想去聖地卡太強 那麼 853 關於spin off 剛剛回答了 那就好了 釋放價值的 對853來說 浩德有沒有跑馬拉松 浩德是有的 浩德跑了十年八載 這兩年專心做好私基金 輕鬆跑一下也有的 大家看到我常常穿跑步衣 原因是放工 如果有時間我就去跑步回家 636轉弱了 怎麼看 加利物流 沒有特別的看法 1799 我也沒有特別深入的看法 所以這個朋友說得對 阿蕭鏗鏗又說 我不回答股票問題 其實不是我不回答的 而是如果我沒有特別見解的 就免得隨便回答 有的那些我都很詳細 放心 比如阿哈三葉八問 中央放寬物館公司 我那個三筆是說 多些物館和物館多些 多些人要用物業管理服務 還有物業管理的涵蓋範圍很多些 托兒、養老、房屋經紀、貝殼走房 或者是中原競爭對手 不過我覺得你問我 其實對貝殼影響不大 因為這些本土化或小區的物業買賣 經紀服務本身已經有很多 背後其實本身都是 其實開始蠶食他們 因為始終你用一個比較流暢的 所以我只能用一個平台去做 亦都能夠為了一個交易服務當中 每一個參與的 無論買家、賣家、賣家的agent、賣家的agent 拿盤的agent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利益平衡 其實都很成功 當然物館公司可以做到一部分 但這件事都講規模 所以我覺得單單這個新聞 對貝殼的影響不算很大 問會不會加回必須服務 我之前說出了新聞都挺厲害的 出了60900 其實也不只是60900 大部分物館都升 所以我見到偉哥都出了一個post 覺得手得云開 我們之前也有加回少少 不過我剛剛覺得利益申報了 因為我們都打到100% 當然我們可以打得超過100% 但可能在證股或衍生工具上供要調配一下 暫時其實子彈是不多的 不過市場上升的時候買多少都是覺得少 答完留言區可以回答即市這邊 我知道上星期有些人看回我 有些朋友都不是一面倒支持好得 有些人都罵好得 不過不要緊的 人應該只會聽好聽的話 好,Martin說 很厲害,941合理價多少錢 你上個月4、5Long了一個call 那就厲害,入了價即賺錢 你打算買出嗎? 沒什麼特別意見給你 我也沒有你那麼厲害 你現在講一張,941 今天彈了多少? 44個多 你看看,看到嗎? 在Boomber裡面都看到 Sensors apply to this security 然後有些東西弄不到出來 很麻煩 都是用回庫圖,說App比較好 好,沒事一點,說笑 都看到的 不過不斷做樣子 告訴你,這隻東西被人制裁 OK 食股就靠自己 我沒有食股 那些應該要 跟紅頂八個意思 就是弱一點,我都會沽多一點 錄到100 京東健康市值很大 當然,可不可以入成份股? 但是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現在其實 如果你大到頭五隻那麼大 才會快速的 不然還是要等下 前景是否比阿里健康是好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不過市場大家都覺得 京東健康更加好 今天有沒有加創 6100開始動回 我看到可以 今天可以加創 沒有什麼子彈 今天升回11元 不過我們還有拿著的 好一點 之前大家都害怕他 不知道他會去哪裡 開始站穩 有錢我都可能會繼續加回 不過現在不加的原因真的沒有錢 又不是因為那些行拿錢走 因為我都很進取 之前那幾天買得 我覺得大家的幻想是大時代 我自己都身體力行 所以大家記得 上一月我都是八成多倉位 還要加得比較快 再想一下怎樣可以調配多些資金 BB問 ADR除排影是不是已經實現 並完全反映 我覺得就 達九成 除非有些再新的變化 即是他突然有多些制裁 或者制裁內容再多些是不同的 但當一個news 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 上至基金經理、下至省會 全部都知道 其實通常就反映了 不過就說不定 因為這件事有變化 突然又支持到三大電訊商 不包括在157名單裏 現在又有 又會搬龍門 不過整體我覺得是真的反映了 1766值得買嗎 是不是藍燈龍 這隻是買個flow 沒有太多基本分析 我覺得1766就沒有基本分析 就處理得好些 沒有什麼基本分析 即是投機一下 我覺得 投機又不是我的專項 所以是這樣 看回2014年到現在 你2014年炒這隻股票當然厲害 由幾元炒到幾十元 然後你打算長坐就失敗了 現在3元 你再去回去 我也覺得很有想像空間 但是我建議用一個投機的角度去處理 股票就容易一些 有時候我覺得就不要騙自己 投機投資都沒有所謂 投資就最好長線一點 還有駐馬可以大一點 投機就短線一點 適可而止 接著CT 我問怎樣看Pogmark面對的政策風險 我覺得是小玩意 未必影響它的擴張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 我覺得新華社出的那篇文 甚至乎我一直播放 都跟大家說過兩句 其實對它來說就不是那麼辣 所以是不是已經玩完了 其實我也有點保留 我覺得不是的 你好 過去一年美股新勢一浪 似乎有一次反映資產價格 只受流動性影響 認為是Nuffing 現在的利息這麼低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很正同的 中國疫情反映最快 會不會因此不會放心 什麼呢 其實A股也反映了剛才朋友的說法 就是有些疫情比較受疫化影響 實在經濟,人們出去打表奴很快已經打回 其實你真的看到A股下半年沒有什麼動動 主要原因是因為流動性收緊 這段時間好一點 就是因為這個Shiba 或者十年債息 其實是一樣的 你看大陸的十年債息就是這樣 4、5月開始好一點 債息向上流動性或者錢的成本高了 所以你看大陸的下半年經濟好 但是為何A股不動呢 就是這個很大原因 近期就突然間A股好一點 就因為它又sir回來 所以你覺得對的 流動性就很影響股市表現 所以既要留意實體雲觀數字 要留意公司業績 市場的流動性和 sentiment 大家在金融市場內都發覺 各樣都有關係 不過究竟哪個因素在哪個時間 影響力最大呢 就是同胎吃飯各自修行 恆指不踢走941 中移動會影響指數的ETF系會 即是有些美資基金 可能就不可以買淫富基金 今次債息升 黃金大跌 圖表一浪底一浪 後續債息很可能會再升 我也認同 會不會金價二一幾是見頂浪 上個星期五 David的圖片 我也專門解釋一次 就是看看這個債息上漲的動力在哪 如果是主要來自通脹 可能性能還好一點 9995榮昌 Kelvin走過來了 他想問問榮昌的泰他西泡 Kelvin交給你回答 我見他說11月上市時 就說第四季會上泰他西泡 其實也有點延遲 我剛剛上星期有聽過一個call 其實他就有提過 Management就有提過說 應該2月會上這隻 泰他西泡 另外還有一隻是做HER2 ADC 那個應該都是今年 應該是下半年 六七八月那些時候 不過這個timeline 我相信是順不順 你也是看回大陸的監管機構 Management其實都 他說就是 之前也有說過是第四季 都沒有成功 所以就作為參考 OK好 下面還有很多 不如我試試回答快一點 雖然我們早就開始回答問題 Pieter問 長息升、通脹升 是不是香港收息股和高息資產 都會有影響 是的 所以最好是銀行 好一點銀行就是 單單受過債息影響 你說地產 他們常息高 對他們的資產都可能會有影響 所以你看到我很少說買收租股 2021看好電動車板塊 更新能源板塊 如果用我的倉位計算 電動車相關是比較多的 新能源板塊主要是太陽能和氫能源 太陽能加氫能源對我來說 可能不夠10% 但電動車肯定超過10% 即是你只敢問我 我立即粗略統計一下就回答你 我覺得最後說到怎樣也好 倉位部署反映了我 都佔比重比較大 當然因為新能源可以選擇的東西 相對於電動車 我覺得電動車可選擇的機會是多些 尤其是我們主力是港股、A股為主 然後問大部份基金不採用外資捐商交易 譬如我們有用Morgan Stanley、高敏 也有中原證券或中金CICC 會否令基金考慮轉移部分交易至中港捐商 如富途以防? 是會的 譬如上星期五 摩金棚說我不可以透過他們交易 H股選擇 然後我便立即叫同事 我們可否用CICC做 大家明白 這件事 譬如上星期五拍股壇事件 即是美國佬自己找自己笨 把生意踢走了 好 最後一個 中概股除牌 中央匯匯有政策扶持機會有 試試試試看 可能有第二交易有一個新法案 變成第一交易 現在沒有的 現在的第二上市 其實的階段 會有第一上市 問題是 例如如京東 美國第一上市 現在回香港第二上市 如果第一上市地方 第二上市可否繼續呢 現在以我所知是不知的 但我相信假设真的出现,无论香港或国内,无论上至政府,下至市场交易所,会不会特事特患 我相信会,会不会减低筆水门栏,扩大货财板数量,我也认为会 这段时间,外资和美资不断沽,大家都明白 听我在新城电台说,2月港座会加价? 虽然你一定比1月份的港者超班很多,而且不会马后怕 他收的价钱很超高,其实我不知道他收多少钱 不过具体地我都交给新城他做 我相信他们都很专业,放心 我的内事就是将内容做好,希望大家支持,多谢你们 台积电,有没有金银顶白,我之前沽了,大家知道吗? 一一珠多手沽,好像大陆的股票没有α,只有β 结果到最后也是,投资的大道理就是赚钱就是好的股票 这段时间也很厉害,他们都爆了 这段时间也挺好,好像想补充 您要补充一下,让大家听一下你的声音 近段时间也说,8吋加价,现在6吋12吋都加价 所以全部的Foundry都很厉害 刚刚上星期,几间都出了resort TSMC、Samsung和micron都出了 其实都不是这么大的驚喜的三间 有些micron就比较了期望一点 但都不是很厉害的,因为之前都提出了guidance 所以出到来都可以撕到多少少 Samsung和TSMC都不是特别驚喜的,反而可能是少少below的 但出到来,Samsung就爆升,其他两间就没什么移动 但都升光了,都已经不太差了 但Newsflow wise是好的,micron亦都confirm了 他说之前说最坏的时间已经过了 他看起来一个更好的2021 所以跟之前的说法没有很大的分别 只是慢慢实现之前大家的预期 下一个665就是flatglass 如果大家知道,我将flatglass搬到968 如果两只股票差不多,不如买一只算吧 不要不必要地分散 但如果未买我的968,因为走势也差不多 我未开始有profit,但这两天就突出一点 我暂时没有什么特别考虑它 接着问未来,ET7,9号出了EOD 又说说新的东西,电池 我觉得就看看有没有交道 正如如Tesla出过Battery Day 说完之后,大家也会看看他接着怎么供应 整体来说,我对新能源车的看法很好 当然我觉得第一个爆升浪就是刚刚那几个月出现了 因为由大家觉得这些电动车不是很好 到那几个未来、理想、小鹏全部都开始交到 甚至乎都不是他们的 譬如比亚迪、他们的新能源车都交到 这个浪势也挺好的 但坦白说,竞争都开始大 譬如百度都蓬吉利说要搞车厂 所以今年就证明了需求是有的 未来竞争又会更多 有一个新的图像 不过未来我仍然都很喜欢 不过上次说想$40,000那下加不到 又是$60,000就来了 这一下吧 不过不要紧 如果大家记得,未来是在12月底 我们十大次股之一 好像排第10 不过这几天有多好 50元到58元,升了十多% 不过今年什么都升了 具体我都未看完 有些特别的insight再跟大家说 我免得照新闻稿读就很闷 CPI低过预期,消费白酒回调 有没有打算加注这类股 我的白酒最主要是茅台 就没得加了,因为A股我都买爆了 CPI低过预期,仍然是猪价有影响 但整体白酒都加价 有很多人想我说一下Leo Day 好,我说一下,既然有两个朋友都问 先写下 为什么大时代,为什么内险内卷商还没移动 可能还没移动,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也有部署的 买一些call 但是还没移动,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些都是proxy 有些投机意义就比较浓 Jerry问,美元约人民币升,内房已经好 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众多影响内房因素之一 但是跌了很久,没升过,你觉得可不可以买呢 我不知道,有个朋友那天都很详细问 说的688 但始终这三条红线又是一个不是说笑的事件 第二就是银行不能借太多钱去按揭 这也是有负面的限制的,逆境波不容易 当然一旦,那一旦由15元到16元 但这次下来都折飞刀,我不懂的 高难度动作,我只是说 9600,380可以买可入妈 我拿着9600多些,380是少的 我拿着一只农机,A股 9995出现了,Kelvin回答了 南向资金下调,放多些水 如果是也挺好的,不过不知这些 大家都是幻想一下 823,16元,我喜欢新鸿基多些 阿水哥,我喜欢823元 但两个都有一些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选择16元 因为它的注册都可以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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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我应该这么说,我强化了我对16号的积极看法 最近 OK,6618,升储150元,是不是调整完成呢 希望是,今天有没有加仓呢 没有钱加仓呢 不过不要紧,我知道明天可能可以 因为我有很多订阅 不过很守规矩 我免得透支去买这么多东西 OK 有什么特别事件,令玻璃股今天下跌 今天玻璃股没有下跌,今天福耀玻璃也升 看清楚先,不要乱回答 其他的跌 第一集,我没有记错,福耀玻璃是升的 因为他说他准备光复玻璃 所以就升了,但好像喜欢做placement 福耀玻璃,我看看是否 不好意思,有时候我都... 真的要... 对了,我怕会说错 有时候说错很大压力,按一按 对了,我要做placement,做光复玻璃 其他的就怕入竞争了 OK 这个朋友这么深水清的 先生和你打倒美国总统餐饭,找菜了吗? 现在限聚嘛 那就不可以 我和他吃饭,我一定吃的 我和他吃饭,不单止我和他吃饭 他背后拍片的导演、攝纪哥哥都一起吃 那个要迟一点,可以记得的,放心 你好,8083有赞,以及175 怎样看? 两只动力都好,两只都有 8083SARS嘛 不论有赞也好,未问那些都可以 175刚刚从8度搞过战略合作 8度是懂模型駕駛,但没有军厂 硬件也是靠175 大家赞得赞得赞,不过今天就 175就上天升完,已经升得很急了 所以今天休息一休 升得急,长城也会继续升 所以现在市场很低,都反应得很快 1.01,我没有出手 1.01是Innovant 今天没有出手,今天没有钱 不是有出手,不过不是港股 今天有很多不出手,如果有钱 有部分我都会出手,不过没有钱 又不回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 OK,26966800开始回升 其实现在什么估计都升了 大示范看看 OK,下一个问题 C基金可以好像ARK那样上市 我有研究,原来很复杂 我想,不过要一步一步来 至少上星期David上来之后 他真的在星期六有10个同事 在尖沙咀中原证券开OT 将大家欠给大家开户 迎购的东西一次过清理了 大家要体谅一下他 他已经做好了 下一步我也想 Active Managed ETF也是大势所趋 美国除了ARK很多 其他都开始做这件事 不过香港就比较落后 我们也知道 谢彦说全部都升了这么多 都不知道买什么 我觉得都是的 不过有些人都还没满仓 很多人都 所以没那么快挂 我觉得1337走了 1337是没有 1337是没有 雷射是没有 OK 接着他问 现在升了跌下 佛佛沉沉沉 持有整换马 这些是很尴尬的 你觉得不行 随时一沽它就升了 如果不是欠钱那些 我就尽量少动它 上星期我同事说换马 我也有点警惕 因为不可以此地 一个升浪当中 坐不定要换马 一沽被沽的那只就弹上去 Kelvin在我旁边笑我 我笑他 不过在升浪当中很尴尬 空街注码 每个升那些都是你的持股 有些跑完股市 有些跟到股市 有些不移动 今天不移动那些 希望明天就移动 否则你不停转 你头都暈了 但你也要明白有些弱的就要走 8.1我也是 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差 但又真的很差 那你也是输钱要止换 就是这样去做 但是有些股票没有这些问题 我就宁愿多一试 不如少一试 你不要见到我 今天很多人说换了仓 不如沽些不移动那些 我又不会 所以我宁愿说 今天有钱是否应该追一下6618 是不是有钱要追一下比亚迪 我宁愿那些就用衍生工具做 好 6098之前有加 弹了水那后也有加 用IFAS和中原证券开户有什么分别 就是那些不同的代理商去做 管理费和表现费应该是一样的 认购费可能有些分别 这就是不同平台他们的选择 美国金融大恶巴士 其实是否真的这么大恶 其实不肯定 呼吁制裁每逢 怕不怕被人搞 要不要沽些 我就未怕 留意一下他 如果大家记得我深入研究他很多论述 包括如何看淡港股 其实我觉得他如果具体了解他的论 其实都一般 我之前说过不再去查人台 不过当日我说是沽空港子 我觉得他的理据是不充分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的看法就和大家说一下 就不是我去查他台 不过也不要刺赐人家说什么 我就去骂人家不适 人家有人的看法 每个人都很喜欢说这个 我猜看战词 很多怎么看 开个主题来说 晚上要看电视 每日睡眠时间很少 有时都是 每日睡多少 怪事说 我会吓到你 请问你每日吃什么 来保持身体做得更好 没有 看有些同事买什么给我吃 同事很好 我怕我没时间买饭 买给我吃 不过做运动 睡眠应该多些也好 所以刚才有人问 是否看到收市 如果市况不是那么波动 我都认为不应该看得那么贴 因为看一贴 很容易被短线走势影响太多 我又不是很冷清高 不看短线 始终市场有很多声音和杂音 我说我看股票要看10年 又好像不舍人间info 但你说看太密又不是很好 可以底下 我都建议每位朋友每日睡8个小时 不过我肯定是远远不够 1579突然很弱 有没有特别消息 不知道 你问一下Larry 哪些 loop 海底low都作 role do placement 现在的分项什么都不做,只拿个placement,一拿出来就扔出去 我估计这个消息有影响吧,因为是姐妹公司 怎样看有这类商品,不懂 NG问第二次加仓C基金,多谢你,帮你的退休基金进帐 希望平平稳稳 C基金中国股票是不是你片头的汇报基金 对啊,Viu Lau 遲些如无意外,今年大家会看到C基金第二个产品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适当的时候再公告 2727年价格的机会买吗? 找电脑不回答 不过我都没研究,所以回答不了 好,想买一只A股,好像美股,Johnson,Johnson,P&G 日常用品股,可否介绍有哪只A股 想想一下,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我都不懂得回答 那些CNS,中油那些算不算 即是买指巾那些可能也是 但我又没有拿着 我们有没有拿着日常用品股 有 金龙鱼就是买粮牛食品,算不算 海天就是买豉油 白酒就是茅台 还有A股 想到再回答一下 B Li Bli B站准备第二上市 值得抽B站的问题就是... 好像水哥推介完,阿威威問他,大家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大家記得去年年頭開始說,一直拿著 去到這些位置,由45元突然衝上去 因為我拿著,前提就是,我都不敢追 不過現在真的挺厲害的,由11月底,40多元到110多元 你都不可以完全忘記了股價,在短時間內膨脹這個事實 所以他回來後,會用你剛剛最新的美股價錢做參考 有點難,不懂回答你,因為我拿著 叫你抽,好像叫他幫我接貨,所以我不懂回答你 不過只可以說,我有拿著,我都還未沽 這樣公道一點 看A管買哪款ETF,我不可以幫人買廣告這麼多 因為雖然你說7233,好像是南方東英 7233是南方東英 我和Canva Barbara都很熟 我枱頭的放電話的座位都是他們的 Souvenir 但是我特別評論哪一個券商做的ETF 不過你問我,我就會選一些,護心300 或者深圳Chinese的ETF,我會看得好些 因為如果你說A50那些,金融內佔多 我又不是特別看好金融內佔,我不是特別看好 接著問,What do you think?1211 給阿迪,那就好了 之前有個朋友說,不要聽浩德說 等不住A股,就要先買,我都認同他 所以我都跟回他,結果都不負眾望 廣家倉線幅,Time到禁,JacksonNOW 貪心都是好的,說真的,我又不會不認 大家放心,星期五黃金大跌 是否因為美國10年息上升引起? 我覺得是,股票會因為快息上升而大跌 我覺得又不像,當然會有震盪 因為現在大家對美長息的息口都很敏感 為什麼債息升,美元不下跌? 債息升其實對美元是好的 很簡單,你用一個最散戶的想法 這個外幣的息高,你覺得有些人會貪他的息買 息高就是理論上,一般情況下會引發多些資金買入 油價如何?油價依然都不太差,883如何? 今天也不錯,因為受制裁名單沒有那麼大壓力 反彈一些,油價依然繼續去 當然大家還是,由於去年4月的負油價 令大家更害怕,不過其實他都穩步受援 之前也平了一段時間,但其實11月復甦的勢頭開始來 或者不要說勢頭開始來,大家可以炒作這件事 油價依然會升回 很多謝上個拜五,David說關於通脹和利息 6666有沒有看法? Evergrande,Elon是不是出了型起? 是不是Evergrande? OK,剛剛出了型起,不過Elon所有物館都可以 OK,博壽,連位博,我就博一些call 就是博一些A股,繼續大時代 1110,可否加學? 我沒有,在說一隻小米,之前約了兩天 因為榮耀手機,剛才A豆跟我說 事實上榮耀手機的supply開始很堅堅 正在移動的單位開始出來 明月雲怎麼看,好像落後 之前可能落後,Elon相對微問有暫就落後 但之前他移動的時候,人家又拋離了別人 這輪圈,我看大家覺得好像在這些位置尋了一輪 我不知道,我現時拿著 貝殼是不是有點貴,還有上升空間? 我覺得我拿著股票也貴,但我也覺得有上升空間 新增了方法,透過iFast,如何聯絡iFast? 我不知道,我叫一些Marketing同事回答 雖然我也要經常買 其實很多券商都有iFast的平台 所以不一定要,如果你閣下用那些券商銀行 本身和iFast用它們的系統,其實又可以直接買 所以具體地,你也可以問一下自己用那間券商或銀行 賣不買到司機金 有些private bank,私家銀行都可以直接做 當然你去光顧中原證券,David也會很開心 Softify still hold or sell,不能回答 延開點看,不能回答你 不過我們拿著海底撈的 不過Table Turn也好像要加把勁 我同事幫我回答了,沒有iFast回口可以聯絡中原證券 我繼續說,市場也會繼續升 我再說一會,1.2 但我兩點半又要去黃埔,所以這次也不能太久 1478 Qtech 其實那些手機可能有回來 其實我覺得,剛才ADA講的Foundry 其實我發覺,大部份的Hardware Tag都開始回頭 所以我實在說,手機股都厲害 不過炒了手機股,很簡單 你看著那隻SUNNY 2382和2018 它們可以移動,跟著它都差不多 然後有卡卡斯文,CE基金是有派息的類別 我小篇不過解決了 好,最後三個問題答完 可以防小米智能加電有可比之柱 我覺得小米智能加電,含量比較高 我覺得有沒有減二零二零 好久沒有聽過二零二零外股 這個問得不錯,我沒有減 不過阿桑特別提及,他最近出來說過少少東西 他也有說過,將大家的期望調低一點 包括Direct-to-consumer產生的成本 他的訂單,Discount等等 我覺得他會將大家的期望調低一點 所以你看到,都會留意一下 本身就是阿桑,我叫阿桑跟大家詳細交代一下 不過今天他有少少不舒服 大家祝福一下他,希望他回來跟大家說一下 好,2331發生什麼事?你們有嗎? 即是李寧嗎?發生什麼事? 我沒有拿著,所以不知道 按一下,先按一下 嗯,不知道 我研究一下,有特別的東西告訴你 相對618,241是否很便宜? 應該追落後? 我不是很喜歡追落後的 不過我有拿著241 我很少說,因為旁邊那隻升了 又買,這隻還沒移動 這隻還沒移動,我也覺得很少這樣做 還有AM730的問題,好嗎? 我也有兩三題,先回答一下 他說,盈富基金被美國制裁的股票之後 就會由被動基金變成主動基金 又不會出現的 不過可能有些美資買不到盈富基金 這是真的 還有沒有投資價值 那可能看他們會變化 1299如何?不至於答案 不過剛才一開始講過關於大陸排 即排紅,是不是對1299也是好呢? 然後就問,看了幾個月,買了私基金賺了 多謝,好,希望繼續符合大家的期望 1337就是雷射,雷射其實勢頭挺好的 不過這輪是弱弱的,動一下又不動 但你看他們這些位置都買回了 應該是兩個三個都說自己公司有buyback的 所以這些都是好的 都是這些價錢都有buyback,都是很近期的事 所以說好傳統地,跟公司真金白買回自己的股票也是好的 好,今天都1個小時,1點3了 OK,都看了Ada的頭 其實除了我在做節目之外 我的同事也有很強大的支持和支持 所以不單單要多謝浩德 我的同事也做得很辛苦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們 今天都差不多,兩點半 如果大家還想聽我的聲音 就扭開新城,即使搏擊會聽到我的聲音 提交問題我們明天再回答,明天再見,拜拜